學姐你好 我想請問你 就是你在掃街拜票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被民眾說 唉呦 你那麼年輕 你不會做事啊 那如果有 那你的反應會是什麼 這句話從他嘴巴裡講出來 好像有點奇怪 對 你最近怎麼變得那麼犀利啊 他專門在問人家這種問題 唉呦 你賣掉啦 你賣掉啦 對 他都會有一個人設 就是進入角色 神婆 會 有 就是會有人跟我說 你今年十八歲了沒 這樣子 但那當然是開玩笑的 可是一般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成熟 穩重 然後看起來是可以值得 託付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的那個競選照片 就拍得非常的成熟 穩重 是這一張嗎 對 對 類似這樣子 這張是一個什麼醫美醫生的動作 或者是去拍照的時候 一定要比那種不免 這張挑得比較還OK一點 但是不免除 一定要會有這種照片啊 什麼種啊 或是這類型的這種照片 所以就還是會用這種 去當這個競選看板 比較貼近人民啦 對 那後來比較多是這個姊姊 因為去市場掃街的話 叫哥哥姊姊這樣 那就是大家會說 那跟我的孫子年紀差不多 跟我的兒子年紀差不多 然後我就說 對啊 對啊 要給年輕人一個機會這樣 所以後來大家就比較可以接受 然後也覺得 在電視上看過你 然後現在要出來選舉 就會比較願意把這一票投給你 結果你就高票當選啊 對啊 每個都是想要選媳婦喔 對啊 這個沈盒 你在質疑人家幹嘛 你不會掉啦 怎麼會這樣 好 接下來最後一題 我們就來請學姐最害怕的睿修 來 學姐好 我是范睿修 妳好 就是想請問一下 妳平時會用台語去做選民服務嗎 那我之前有看妳的直播 對 妳在直播到一半的時候 會開始研究起一些台語的單字 像小黃瓜 洋蔥 玉米濃湯 那妳現在會說了嗎 還是不會 還是不會 因為外票妳一定得用台語 自己的台語能力是 可以 可以說台語 然後以前小時候我也是台語演講比賽的音樂 我跟妳說這個是台灣龍捲風的演員嗎 她最會喔 她的台語最多 有些東西我真的找不到 譬如說小黃瓜 鮭啊 妳 蛤 妳要鮭啦 妳要鮭 妳不要亂教 我都給她一點安慰啊 怎麼樣 妳要鮭 我真的不知道耶 因為我去菜市場問了很多婆婆媽媽們 大家都跟我說是什麼 小條的戚鮭 這麼長 好長喔 小條的戚鮭 戚鮭啊 戚鮭啊 或是大巨蛋就大顆的 大顆軟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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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這種 然後玉米濃湯 我至今妳沒有解答 換把 這很難耶 這個真的不會 那長頸鹿會嗎 長頸鹿 像是 棋林樓 棋林樓 對 我就是在 她感覺蠻多的啊 會蠻多 詞彙 她的題庫很多耶 對啊 因為菜市場掃機的時候 就是可以跟 會聊到長頸鹿 長頸鹿 這一隻長頸鹿怎麼賣啊 對啊 我會跟婆婆媽媽聊這個菜名 怎麼用台語講這樣子 對 他們會教我一些 所以至今有時候 有些名詞我還沒找到答案 掃機賣票 現在用台語的比例大概多高 很高 真的蠻高的 而且講台語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 年輕人會講台語 這種感覺比較拉得進這樣子 要不然大家都會覺得 我在電視上看過你 你是電視上的人這樣子 但是也不太清楚 可能會有距離感 對 用台語就可以拉近一下 太陽 不太夠了 我不是太陽 不太陽 我不會說 給你 不要工作 睡在還 不太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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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在